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基于CRM的CPU和NUMA Affinity来达到AI任务加速的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是由浪潮的王德奎和我来自英特尔的杰瑞王给大家介绍 这个议题是由浪潮的王德奎和我来自英特尔的杰瑞王给大家介绍 本议题得到了英特尔麦克富的team的大力协助 在此非常感谢 本topic介绍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会给大家再回顾一下CRM的架构 然后再介绍一下用户的场景 第三再给大家介绍一下CRM的具体的实现 第四部分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拓扑感知资源对齐的这种策略 最后呢会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AI training集群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并且是如何解决的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CRM的架构 CRM主要是由这个最上层是有Coverlead 然后中间呢是CRM的这个守护进程 这个守护进程里面呢包含有四大部分 里面有一个右边的话是有一个资源管理器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里面主要就是负责这个服务器上的各种资源的控制和调度 左边的话最上面是会起一个CRI的服务 叫做CRI Server 然后中间呢会有一个模块叫做CRI Relay 这就相当于是中继中转 主要是负责CRM相关的消息的转发 下面呢还有一个小模块叫CRI Client 它主要是用来和这个container runtime来容器运行词来这个模块来交互 以达到对容器的控制 在这个CRM的这个守护进程里最关键的部分是Resource Manager 它里面大概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Policy 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策略 目前的话我们CRM CRM里面内具了两种策略 一个策略是脱补感知策略 另外一个是晶态池策略 另外呢 还有一些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主要是有控制三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是container CRI 就是container runtime接口 就是用来对容器运行时接口要进行控制 第二部分是RDT RDT是这个英特尔的一种基于英特尔 CPU 基于英特尔硬件资源管理的一个技术 它可以管理Catch 内存带宽还有Io 第三个控制器是Block Io 就是它可以控制块设备的Io带宽 然后中间的话 它还有一个Catch模块 然后右边的话 它有三个模块分别是Configure Matrix和Introspection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托补感知资源对齐这个策略 它这个策略主要是用来就是分配处理器的这个 内存Io设备 CPU还有内存控制器等等 把它分给合适的这个Workload 如果是不合适的这个分布的话 会导致这个性能下降 另外的话 另外的话硬件拓补 它也会也应该会被感知到 Noise Neighbor的话 是这种场景指的是 就是说 我们这个服务器上面 有各种各样的负载 比如说 我目前有租户ABCDE 五个负载 然后 对于租户C来讲 其他的租户ABDE 就是Noise Neighbor 中文叫做 吵闹的邻居 通常的话 我们要尽量 就是减少这个低优先级的负载 对高优先级负载的影响 应当尽量保证 高优先级 我工作负载的运行 所以这个多租户场景 是这个Noise Neighbor的 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 同一服务器的这个负载 彼此会干扰 第三种适应场景 就是多个工作负载 会共享CPU 第四种场景 就是我们有时候 不同的CPU 上面的这个L3Catch 内存控制器 还有IO 是需要共享给 这个不同的负载的 这些资源的调度 也会影响 第五个是我们要确保 这个关键的工作负载 占用合适的硬件资源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延迟关键的 这种工作负载 特别是这个网络密集性延迟 对延迟比较敏感的这种负载 这种场景通常是在这个NFV的 这种场景上经常用到 通常NFV的这个场景 是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 是有比较高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可靠性 第二 另外就是可预测 另外就是抗干扰 所谓NFV场景 就是通常会 就是它是在一个服务器上 运行一些虚拟化网络的 相关的软件 通过虚拟基因来进行 网络的转发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CPU时钟速度的这个 降频 比如说某些工作负载 会导致CPU频率下降 另外就是分布是这个 另外就是要把这个 就是有破坏性的这种工作负载 把它就是尽量均匀的分配 从而减少它的这个破坏性 第三个就是多个时钟域和这个GDP域 多个时钟域指的是 在同一个机群里面的同一个节点 有可能会 CPU有不同的核 会跑在不同的频率 这种情况 C就表示clock P就是代表power 就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同一个 同一个服务器 或者说不同服务器上的CPU 也会跑在不同的 不同的power 这种情况下 这种时候 所以就会分成 就是不同多个时钟域 和TDP的盗门 TDP就是Summer Design Power 它通常就意味着这个 就是它就是CPU设计功耗 所能达到的这个理论 最大理论极限 我们要通常我们要保持这个 保持相关的值 在这个关键的预值以下 比如说CPU的这个功耗 不能让它超过TDP 如果超过的话 会发生这种过热这种情况 另外就是需要把这个工作负载 就压缩到尽可能少的 这个clocked门和TDP预 这一页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有效资源和控制的情况 通常这个容器运行时控制 它会控制下面这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就是 Kernel CFS的这个CPU参数 CFS就是 就是Fairness 就是容器公平调度 它通常分为这个 有三个参数 就是Shares 就是还有Quota 另外就是Pure Road 然后这个CFS的这个参数 在CII的协议里面 就是Shares和Quota是支持的 另外的话 还可以控制这个memory的limit 就是说我们这个Pod 它用多少memory 还有就是这个OMScope调整 就是也是对memory request的一种 一种控制 这个也是支持的 另外就是像RTT RTT RTT目前也是支持的 BlockIO的话也可以支持 然后memory demotion 就是所谓memory demotion 就是在memory tearing的情况下 比如说插了pmem 凹腾持久内存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的memory就分为两层 第一层叫做 就是传统的DRAM 传统的DDR的DRAM 第二层呢 就是pmem 那memory demotion 就是把把热数据 从这个DRAM里面 翻移到这个相对温的温的地方 叫温数据吧 就是 比如说这个pmem里面 这个就叫做memory demotion 它对于memory demotion的话 这个可能是有限的支持 对于memory demotion的话 我们会 就是说CRM会动态监控 这个工作负载 周期性的按案 它会定期来做 idle page的demotion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脱补感知 感知脱补策略的这个情况 它用到的这个技术 技术就是 CPU拼领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工作负载 拼到CPU的核上 和内存控制器上 另外就是CPU隔离 我们会隔离关键负载 我们会隔离关键负载 通过这个 专专专专专专专有的这个CPU分配 另外还有就是CPU的优先级 这个就不详细介绍了 大家看一下就OK了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静态直策略 静态直策略主要就是用于 这个做CPU拼领和隔离的 它是就是预定义的 这个CPU 靠的POR 另外就是用户也有一个 用专有的这个POR 和共享的POR来构建 就是它的原理主要就是开两个池 把它把这个CPU驰化 并且这个池子分成两种 一种是可以共享的 一种是不能共享的 然后用户呢 就是把根据自己的要求 来来从这两个池子里 来来给自己的容器来分配CPU 另外还就是CRM 就是每个节点上 运行CRM节点上都有一个 NodeAgent 这个NodeAgent的话 就是一个守护进程 它这个 它就是用来处理这个 就是动态配置管理 并且管理这个节点的对象 上面的一些对象 还有就是处理动态调整的容器 资源的分配 都是通过这个NodeAgent来实现的 还有就是这个CRM 它有一个webhook 就是它可以配置为 这种Mutation Access的 这个Networkhook 另外就是它会给所有的这个workload的做一些标记 通过这个webhook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精确的这个资源需求的一个视图 因为webhook 它会截取所有的这个容器集群上面的情况 还有工作负载的情况 下面介绍一下这个拓扑感知资源对齐的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它有三个原则 就是会它会尽量就是过滤掉那些就是容量不够的那种池子 还有就是它会它喜欢那种更紧密的更紧凑的对齐和更低的延迟 第三个就是它这个倾向于就是更多保持保持这个有效的容量和更少的workload 大家好 前面英特尔的同事给大家介绍了CRM这个项目 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下我们基于KPS搭建AI训练集群时 遇到了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使用CRM项目的一些实践 对于我们不少用户 他会尝试使用集群中的CPU服务器进行AI训练 当然它的性能肯定没有GPU服务器那么好 但是呢对于AI初学者可能说是 做一些的简单的模型演示 数据一处理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我们可能就需要考虑到这些场景 然后提高一些性能 这里的主要是对CPU的性能进行提升 我们知道 在KPS中有这种CPUBUND和NUMA提合性的特性 但是呢其实这只能在高版面的KPS中使用 当然对于我们很多项目 它其实是现在KPS版面比较低的 但是呢可能是很难进行KPS的升级 或者重新部署 这当然是会持在一些困难的 所以呢它可能没法使用去这种KPS的新特性来 另一方面 KPS中的CPUManager和TowerManager 它是集成在Kiblet里面的 这样其实是很难去做更多的开发 不像Defat那种机制一样 我们可以就去做更多的这种 关于单节点资源的调度 还有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去看Kiblet的原码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KPS的这种CPUBUND和NUMA亲和性 只是对指定的QRS才生效 但是对于很多的AR场景呢 很多用户呢 它一般都不会去限制内存的 这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迷法使用这个特性来 这里呢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是如何基于KPS加Docker 或者Connected来搭建AR训练机群的 其实AR训练机群或者说AR训练平台 和大部分的训练平 大部分的平台型产品类似 起到一个纯上其他的作用 最下面它会筹下这种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网络资源 然后呢对上呢 它会整合我们熟悉的这种AR业务流程 剔除模型开发 模型训练 和数据机管理 运用开发等 我们知道呢 很多算法人员呢 它其实可能对这种硬件的技术 不是太了解 例如这个 Yoke网络 RB网络 SDS存储 如何发挥它的最优惠的性能 其实可能算法开发者 可能它并不是太关心 所以对我们这种平台硬件产品呢 我们可能就需要 挖掘出这种硬件的极致性能 然后来提供给AR训练的使用人员 来提高他们的训练速度 这里我们看一下 在CPU上去跑AR训练任务 对AR很多AR开发者 他可能认为 我如果学习AR呢 可能必须要有GPU 其实并不是这样 你只需要一台CPU服务器 就可以做很多关于AR的事情 CPU呢 在整个AR的训练链销中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像数据预处理 图像的旋转 WireHot编码 裁剪等等 当然对于训练中 最重要的这种转机计算 我们很多场景 肯定是会用GPU的 因为GPU有大量的ALU计算专员 可以进行并行计算 是可以加速这种训练速度 训练 降低训练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 对于CPU 它其实也是有少量的ALU计算单元的 但是虽然说只是能 只是串行计算 但是进行卷系计算 可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你如果是对一些AR出现者 去跑一个miniFist的数据级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这种CPU的性能优化 我们想到的就是说 NUMA亲核性 因为我们知道 在同一NUMA组的这种CPU CPU单元 CPU 它会共享一些内存 这样可能会减少一些通信随耗 然后来提高训练性能 其实英特尔对使用CPU 加速AN训练有更多的这种研究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KPS中的CPU管理 我们知道KPS中的CPU管理 主要是基于底层的 Centennial Run Time来进行的 一般都会基于 Lunix CF Core 2机制来做处理 只对一个Po的分配的 CPU实验站里进行限制 KPS默认的策略呢 其实说是Po的中的进程 其实它的上下文可以在这种 全部CPU上进行切换 不会把它绑定到某个CPU上去 CPUKPS默认的策略呢 它只是参考了 NUMA亲和性进行处理 然后看右边这个图的话 我们知道KPS中的科目Manager呢 会做这种亲和性的一些选择 这里呢主要包括这种DeviceManager 和CPUManager CPUManager和DeviceManager呢 他们的处理对象不太一样 DeviceManager可能会处理这种 GPU设备和IB设备之类的 CPUManager主要关注于CPU 就像CPUManager呢和DeviceManager呢 会基于这种NUMA亲和性 会给出一些建议 我们可以认为是CPUTopHands 和GPUTopHands 然后呢TopManager呢会做一些墨置 然后给出一 会基于这种NUMA亲和性 给出一个最终的建议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标红的 标红的就是最终TopHands给出的建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KPS是怎么来继承CIRM-M的 其实前面Jerry也介绍了CIRM-M的原理 CIRM-M其实就类似于做了一层API的劫持 在KBerate和DockerRuntime之间做了一层劫持 我们知道呢KPS它为了兼容Docker 做了一层DockerShame 所以呢我们的集群在对接Docker的时候 会有一些特殊处理 会是像右边这样的图示 我们会起一个DockerShame的虚拟实力 来连接这个Docker和CIRM-M 然后呢启动CIRM-M的时候呢 会运行在KBerate和DockerShame实力之间 就会类似于一个这样的大图图 其实启动CIRM-M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去配置一下 CIRR-ResourceManagerService 将DockerShame的一些SOC地址 还有RuntimeSocket的进行配置 然后呢我们第二步我们会启动一个 虚拟的DockerShame实力 这里呢就直接使用DockerShame的 二进制就可以了 我们会前面加一个Exparent的DockerShame 跟一处这样就可以了 第三步呢我们会配置这个KBerate of Service 将它的ContentRuntime呢 和ContentRuntime的Interpoint进行修改 这样呢我们就会搭认出 搭认出这个环境来了 然后在我们的AR训练平台去创建 训练任务的时候 就会自动创建出 GICRM分配资源的容器 这里我们主要做了一些测试 就是看使用CIRGAMM之后 我们的性能提升 这里呢我们使用浪核的F52800M5 CPU呢是28核的 英特尔6132CPU 我们使用的K8S版本比较低 是1.14.8 跑Bitchmark呢我们使用标准的TFBitchmark标本 然后TentFlow是1.15.3版本 然后我们给这个Port分配了14个CPU 然后并不会做内层的限制 另外一边呢是这个节点的NUMA TORP 我们只是在单个节点进行了测试 第一个测试场景呢是我们 跑了这个Resnet50和EmilyNet数据集 这呢其实通常的用法可能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为了更加明显的去显示对CPU的影响 我们这时候会指定这个 概念device等于CPU这个参数 让这个训练任务呢去跑在CPU上 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这个CPU利用率 在我们没有使用CRR-M的参数之前呢 这个CPU利用率是大约是1400% 就接近一把所有的CPU都占满了 但当我们去使用CRR-M之后呢 这个CPU利用率降到了1000% 第二个测试case呢是 CNA加miniFace的数据集 这里的运行比较简单了 我们并没有给这个 容器分配CPU嘛 所以它会默认的就会 跑到这个CPU上去 我们看到的CPU利用率和 刚才我们看到的效果类似 CPU利用率呢有使用之前的1400% 降低到了950% 其实这个CPU利用率 加强是很明显的 这是我们的总结 测试总结吧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没有使用CRR-M之前 CPU利用率比较高 但是呢训练速度比较低 训练时间当然也比较长了 当我们使用去使用CRR-M之后呢 CPU利用率不仅降低了 而且提高了训练速度 训练时间也所进行了一定的下降 对于J3350的测试的时候 利用率CPU利用率是有1400% 降低到了1000% 训练速度是由8.55个张图片每秒 提升到11.8张图片每秒 训练时间呢是由16分钟 减少到了14分钟40秒 对于Manifest test的数据集呢 CPU利用率是1400% 降低到了900% 训练时间呢由3分3秒 降低到了1分56秒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来的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里我们这里主要是 主要是我们对CPU的一些测试 其实前面介绍的 更多的更多的这种 CR-M的特性 我们后续还会做更多的 优化和测试 今天的燃料主要是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